论如何成为一名超级模特 大家好,我是姚娘,一名小模特 成为小模特并不容易 现在,我带大家看看小模特的一天吧 一大早,我就起来派传单了 这里一条街就有几百家工厂 我要一家一家进去派广告 开始我胆子不够大,不敢说话 妈妈说,孩子不要紧,练习多了就好了 做什么都要有自信,都要胆子大 被人拒绝没关系,继续向前才会有进步 妈妈过了无人问津的日子,才配偶有吃和远方 有些老板很喜欢我,会请我吃桃果 可是也有些老板不喜欢我,不要我的传单 妈妈说,没关系的宝贝,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喜欢你 总有另外一些人不喜欢你 最重要的是,要懂得自己爱自己 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 做模特不是目的,而是一个过程 让自己变得更自信,更强大,更美丽 所以无论结果如何,我们享受这个奋斗的过程就好了 有时候会很艰难,很累,但这是很好的锻炼 我既要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灿烂,又要像风雨中的小草一样甜热 今天发了几百张床单也累了 要吃一顿麦当劳,好好慰劳一下自己 有好吃的我一定要跟妈妈分享 大家说,我是不是一个超级贵的好孩子呀 下午我就去试镜,拍照,虽然年纪小,但是,我也是很努力的好孩子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大家点个赞吧 到了晚上就去学校学跳舞,作为一名小模特,拥有强奸的体魄很重要,毕竟这是体力活 下课了就去学习乐高编程,我最喜欢达基木了,长大了做一名工程师也不错 这就是小模特的一切,大家也想成为一名模特吗 不要忘了,评论加点赞哦